善恶到头中有报,从来因果不用忙。佛教里讲,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算命是因果,我们自己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因果业力导致的。世界上最大的仇怨莫过于杀生,而且因为杀生太多的缘故,所以果报来得很快,所谓现世现报,如同以下发生的事件。 明朝洪武年间,有一个书生做了上门女婿后,天天半夜里洗澡,不论妻子怎么劝都不好使。 有一天,岳母前来安慰女儿时,无意朝女婿洗澡的房间看了一眼,连忙去尼姑演出家为尼,这才保住女儿性命,这是怎么回事? 清州府有一个叫岳天心的人,此人刚成亲三年,丈夫就遇上土匪身亡,留下她和一个幼女王玉婷独自生活。 丈夫去世后,岳天心含心如苦地拉着女儿长大,转眼间十六年过去,王玉婷出落成了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,到了该出嫁的年纪。 当岳天心请媒人给女儿说亲时,却遭到了女儿的反对,原来,她不想看到,自己出嫁后,母亲一个人生活,想给母亲找个上门女婿。 岳天心明白过来后,既欣慰又心疼,她下定决心,一定要给女儿找个好夫君,经过一番挑选后,岳天心选了个外来书生方静云当女婿。 方静云,曹县人士,因多年未能考取功名,心灰意冷之下来到青州府,做了一名教书先生,他待人和善,心地善良,在当地一片善明。 方静云和王玉婷成亲后,恩爱和睦,举案其美,共同侍奉岳天心,操持着一个小家,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。 然而没多久,王玉婷就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,不论方静云和岳天心,怎么精心照料,都于事无补。 与此同时,王玉婷发现丈夫有个奇怪的习惯,不论白天如何劳累,每到子时都要离开被窝去洗澡。 王玉婷曾多次和方静云说过这个问题,方静云每次都是嘴上答应,晚上却照洗不悟。 一天晚上,当方静云再一次离开被窝,到片房中去洗澡时,王玉婷心中的委屈瞬间爆发,嚎啕大哭起来。 岳天心听到女儿的哭声后,起身过去安慰女儿,经过偏房时,无意中往里面扫了一眼,发现方静云背上有一幅婆傲、难懂的八卦图。 岳天心面色大变,立马转身回到房中,收拾好行囊后,连夜赶到清须山上的静月庵中,请庵主为自己剃度。 剃度完成后,岳天心跪在安主面前,请安主救他女儿一命,安主长叹一生,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? 二十年前,岳天心和猎户王孝德刚刚成亲,王孝德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,每日疯狂到山中打猎,不知疲倦。 在王孝德的努力下,二人的日子很快就好了起来,然而王孝德却迷上了捕猎的快感,依旧每日到山中狩猎,风雨无阻。 有一天,王孝德回来时,手中提了一只山龟,那山龟遍体金黄,背上有一幅精美的八卦图,一看就不是凡物。 正当夫妻二人准备把龟放到锅中的时候,一个尼姑突然来到家中,对夫妻二人说,这龟杀不得,不然来日,他们的后代会受到惩罚。 王孝德见恼怒着尼姑,多管闲事,并咒她的女儿,就将尼姑赶出家门。 尼姑也不恼,站在门外表示,若是日后遇见碑上有八卦图之人,代表他们后代的惩罚已经开始, 届时月天心,到清须山上的静月安中雪发为尼,安主自会救她女儿一命。 安主表示,当年的那个尼姑,正是她的师父,当时王孝德夫妻俩不停劝告,导致机缘巧合之下,山龟的魂魄附在方静云身上, 每日通过洗澡来消化从王玉婷身上吸收的洋气,所以王玉婷才会越来越虚弱, 而方静云每日洗澡从不间断,今天她可以出手收服山龟, 此后,月天心必须在安中吃斋念佛,为当年的罪孽赎罪,月天心文言连连答应。 随后,安主一个闪身,出现在月天心家中,她用一个白玉瓶,将山龟的魂魄收到里面, 方静云背上的八卦图立马,消失不见,整个人也昏迷过去。 安主将月天心的亲笔信放在门前,施法回到安中。 方静云醒来后,将门前的信拿给妻子,王玉婷看过后泣不成声,和方静云紧紧抱在一起。 后来,王玉婷的身体渐渐好转,却因此落下病根,一辈子都在吃药,也痛苦了一辈子。 食不善业中,杀生最重。 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,讲过,不管是杀任何众生,都会感得五种苦果。 一,生生世世短命。 二,常遭受恐怖之事。 三,仇敌比较多。 四,死后堕地狱受苦。 五,从地狱中出来,得人生也是短命多病。 所以,现在很多人时常感受不畏,怨敌特别多,自己也有种种不顺,这都跟前世杀生有一定关系。 下面是一位佛友的婆婆,亲身经历的故事,分享给大家。 婆婆是一位勤劳、善良、贤惠、能干的老人。 她爱人爱物,甚至爱来家里的流浪猫流浪狗。 她惜人惜物,擅长裁剪、针线、茶饭、爱酒等等。 婆婆最大的优点还是她的善良,家里来客人。 婆婆总要想办法做一些白面饭让客人吃,自己家里人吃杂粮饭菜。 这时候,她总是让孩子们在厨房里吃饭。 婆婆前些年一个人的时候,家里来了一只流浪猫和一只流浪狗。 她可怜它们并且收留了它们,在自己势力模糊的情况下还两天烙一个饼子喂它们。 就这样勤劳善良的一个老人,在她小儿子的劝说下已经念佛好几年了。 可是婆婆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好,浑身疼,浑身烧,浑身不舒服,现在两只眼睛基本都看不见了。 尤其是这两年更严重了,而且经常夜里烧得难受,特别是肚子、心脏、胃都很疼。 后来有人发现,婆婆在中年时曾经做过这么一件事。 婆婆折的孩子得了炎症,医院里也没有办法了,她的折就来找她,让婆婆想法救救她的孩子。 婆婆说了一个方子,就是在晚上抓一只麻雀,用麻雀的肉身把孩子体内的热量拔出来。 最后,孩子真的好了,可据婆婆说,那只可怜的小麻雀却死掉了,这个过程非常的残忍。 而这个果报报到了婆婆的身上,婆婆现在的症状和那只小麻雀曾经受的痛苦非常像,经常晚上的时候浑身疼,浑身烧得厉害,到天亮和白天就好一些。 如此总是反复,也治疗不好。 婆婆造了好多杀业,那时候的她不懂因果报应。 现在的婆婆,知道她以前杀生不对,每天虔诚地念佛,只要她还能动一天,就一定要念佛,并把她念佛的功德也回向给她的冤亲债主。 但愿在她的有生之年能化解掉这一切,不要再受轮回之苦。 在世人的眼中,婆婆是个大好人,而且婆婆的品行是有口皆碑的。 因为婆婆的一生做到了吃苦耐劳,任劳任怨,对人善,对人好。 所以,她收获了好名声,好人缘,子孙满堂,最终还因子孙的因缘而走上了修行之路,明白了因果,这是她的善报。 但在修行之前,婆婆却不知道因果,不知道因果律不仅仅是只对同类生效,对万事万物都生效。 所以,这么好一个人,却因为不知道因果,也造下了许多的沙业。 而这些沙业的果报,在晚年以病苦的方式一一偿还,这是她的恶报。 人有时候会造恶而不自知,是因为所受的教育局限或环境熏然导致,但善恶有报,思思分明,丝毫不差,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 你所得到的,都是你曾经给出的,这就是因果。 祸福无门,为人自诏,善恶之报,如影随形,我们不要等到恶报现前,才知忏悔。 我们要像佛菩萨那般敬畏因果,众善因,积善业,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觉悟人生,奉献人生,解脱六道,得究竟常乐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感谢您的观看,咱们下期再见。